一米啦 你有駕照啊 欸 當然有啊 有 那最好 快點 開車載我出去玩 要去哪裡玩 去西邊玩水啊 玩水 好 沒問題 Let's go 哦 這麼漂亮的方向盤耶 欸 喂喂喂 你看你看 前面是黃燈耶 哎呦 我是搶黃燈 又不是闖紅燈 哦 坐你的車很恐怖耶 哎呦 前面是紅燈耶 哎呦 我跟你講過嘛 遇到紅燈 第一 你要先看前面有沒有車 第二 你要看有沒有特殊照相機 有沒有警察 都是沒有 就過啦 哎呦 小朋友啊 一米叔叔講的 千萬不要學喔 哦 請勿模仿 不要學我就對了啦 對啊 欸 已經到了西邊 怎麼可以遇到這麼大的雨啊 不知道這麼大的雨 有夠大耶 欸 這雨不曉得會多大耶 嗯 不知道應該怎麼測量耶 哎呦 很簡單 用這個雨涼筒啊 哦 或者是自己DIY做的雨涼筒也是可以喔 像這樣只要拿一個寶特瓶 將上半部剪掉 用石膏或是黏土將頂部填平 再把15公分的直尺貼在寶特瓶外 這樣就可以在下雨的時候移到戶外 隨時關車 累積雨量喔 若是24小時 累積雨量超過150毫米 住在山區的民眾 都要提高警覺了喔 讚喔 欸 這個你也知道喔 哎呦 聽著收音器就知道 現在已經是紅色警戒了 紅色警戒 什麼是紅色警戒啊 土石流的警報是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發布 哦 黃色警戒就是要提高警覺 紅色警戒就是要馬上出蛋 欸 這樣子很好玩耶 當然喔 這可不像你開車一樣 開車闖紅燈 頂多收到罰單 但是如果土石流來的時候 你可是會失去生命耶 哎呦 欸 但是如果 紅色警戒以後 土石流還沒有來 欸 我不就白跑了嗎 哎呦 你也拜託一下 這就像你開車一樣 遇到紅燈 停車等也是應該的啊 要不然 你要闖紅燈喔 哦 對對對對 欸 誰叫你這麼大的雨 還叫我開車帶你來西邊玩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好啦好啦 等安全一點 我們再來好了 那今天 你請我吃飯 蛤 又是吃飯喔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段 莫拉克風災當中成功疏散的訪問畫面 那時候其實已經到 已經到四 要到四百了 對 四百了 那我就跟村長講說 其實這樣子已經到紅色警戒 我們就是要用強制疏散了 那強制疏散就是 也是十五零跟十四零要強制疏散 因為那個水太大了 那因為那邊那個水溝 水就是越來越多嘛 家庭都已經要那個了 已經要到那個 就是那個 堤坊外面了 那那是大水溝 那因為我們那邊就好幾個小的橋就堵住嘛 那個沙子都堵住這樣 那水都會溢出來 所以其實那邊真的是已經很危險了 因為下很大雨 我就是騎那個摩托車 就是這樣去找 就趕快幾個林長認識的 趕快先跟他們講 然後就是大家全部疏散到大陸國中這樣子 因為它整個是這樣子崩塌下來的 它不是那種可能慢慢的 不是它是一下子山就這樣下來的 對那如果說我們沒有這樣子緊急疏散的話 也許他們的不只是就是人啊 或是東西可能有一些都沒有帶出來 我當時在八號那一天疏散他們的時候 其實還好東西都有帶出來 就是他們比較貴重的東西 要不然那個房子你看這樣塌下來 你怎麼挖也挖不起來 土石流災害有一定的影響範圍 當警戒發布的時候 處於土石流影響範圍內的民眾 應該立刻依照所規劃的避難路線 進行疏散 每個地方都會選定一個相對安全的地點 設置為緊急避難處所 並備有防救災物資 但此地點不是永遠安全 常需要檢視其安全性 若有必要就要更換緊急避難處所 或提前置山下的收容所安置 講這麼多 你知道我們這裡到底有沒有 土石流的潛勢溪流嗎 不知道沒有關係 你只要上這個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就可以查得到啦 那麼這附近的土石流潛勢溪流 與緊急避難處所在哪裡咧 甚至連緊急聯絡電話上面都有 這麼方便 連這個警戒的量也查得到 沒錯 完全正確 只要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最重要的是行駛就要 牢牢記住他哦 關於災害通報單位 緊急聯絡人電話 緊急避難處所的位置 直升機的起降點 警銷醫療單位以及 土石流警戒基準值等相關的資訊 皆可在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查詢避難路線圖來得知 民眾平時就要熟記上述的資訊 以確保生命財產的安全